有民眾在台南一家娃娃機店裡頭發現機台裡頭擺放了一款從中國進口的貓爪兜 由於這造型外觀很可愛 從外觀上看不出來是兜子 因此也讓家長很擔心 再加上這樣的娃娃機店在周邊就是學校 一旦學生夾到之後帶到學校恐怕會產生受安疑慮 對此台南京發局現在派人去稽查 初步認定這是一般的商品 電視是否列為管制兜屑 還要請主管機關來認定 可愛造型讓人以為是吊飾遙控器 很難聯想到是把刀 可以割紙割紙板甚至切小黃瓜 具有殺傷力 讓不少家長忧心 萬一孩子帶到了學校 校園安全恐怕有疑慮 不妥啦 因為畢竟還是在學區附近 然後如果剛好學生都拿當作玩具去玩 可能會不小心誤傷的人會比較危險 小朋友我也會擔心他們放學 哪裡用錢去投 然後就夾到了 位於台南這家娃娃機店 周遭350公尺就有學校 機台裡放著物品卻是貓爪刀 若讓調皮的孩子夾到 隨便揮舞力氣恐造成危險 不太好 可是最主要是娃娃機法規的問題 我覺得 如果說可能有像其他國家有嚴格規範的話 應該就不會有這問題發生 不過看起來它是一般的商品 那至於說它是不是屬於刀戒 管制的一些用品的話 那再回歸到墓地事業主管機關 也可能是警察局來做進一步的認定 夾娃娃機並沒有年齡限制 像這樣造型可愛的貓爪 特別容易吸引小朋友的目光 台南進發局機察表示 該款刀子是否為管制刀線 還得再認定 民眾希望主管機關能嚴格規範 並加強巡查 避免違禁物品出現在娃娃機台裡 記者楊華許重文 台南報導